凌晨三点 我家里闯进一个陌生女人 正在尝试解锁我的手机 接上级 女人的刀刺破了门板 原本就已经老化的木门 很快就破了一个洞 一只死死瞪大的眼睛 出现在了洞口 我已经报警了 我恐惧地大喊道 试图吓退女人 你是谁 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果你要钱的话 我可以马上转给你 女人毫无感情地说道 钱 钱有什么用 我的甜甜已经回不来了 而你们每一个人都有错 你们该死 我要杀掉你们每一个人 我浑身僵硬地站在原地 这个名字我十分熟悉 而我也终于知道了 这个女人的身份 她叫做王翠兰 是我们小区一个 专做皮肉生意的女人 而甜甜正是她的亲妹妹 是一个二十岁的弱智女孩 突然王翠兰尾一地笑了起来 你没有报警 你在骗我 因为你的手机屏幕是黑的 我没想到王翠兰的 视力竟然这么好 眼看门上的洞越来越大 情急之下 我吃力地推着衣柜 小北 床底下好冷啊 游戏可不可以结束了 我不想玩了 我急得眼泪都要出来了 再躲一下 求求你了 就一会儿 外婆似乎被我的神情吓住了 没再说话 乖乖地钻回了床底下 很快 衣柜也开始剧烈地晃动起来 但幸运的是 手机终于开机了 我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 说明了现在的情况 但是警察需要二十分钟才能赶到 他们让我一定要找地方 躲好等待救援 挂断电话后 我又联系了楼下的保安 保安表示自己会立刻上来 衣柜的晃动突然间停止了 我紧张地看着门外 站着的那个是谁呀 我僵硬地转过头 王翠兰就站在了阳台上 他眼睛睛地贴着玻璃门 一脸鬼笑地盯着我 我浑身颤抖地往后退 我忘记了 从我的房间 到外婆的阳台 是有一条通道的 很快王翠兰便打破窗户 钻进了房间 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唯一希望的 就是她不要发现 床底下的外婆 但我没想到 这个时候 外婆竟然从床底下爬了出来 走到王翠兰的店前 你是坏人吗 回来 快回来 我拼命地大喊着 然后眼睁睁地 看着王翠兰的刀刺 入了外婆的身体 我猛地睁开双眼 我再一次回到了 凌晨三点这一刻 客厅熟悉的语音提示 再次响起 人脸解锁失败 比起前三次 这次我更加冷静了 我不能再让王翠兰 从阳台进来 我轻轻地从房间出来 用钥匙将房间门锁住 这样王翠兰便没有办法 进入我的房间 取下钥匙后 我便以最快的速度 进入到了外婆的房间 而在这期间 不可避免地 弄出了的声响 王翠兰显然发现了异常 朝着外婆的房间 走了过来 而我这时 已经熟练地 给手机通上了电 并且将强队的衣柜 推过去挡住了门 接着我又用捉迷藏的借口 让外婆躲到了床底下 做好这一切 我松了口气 现在只需要等待手机开机 然后报警 很快手机就开了机 我以最快的速度 联系了警察和保安 而这时 王翠兰也发现 在屋内的异常 开始疯狂地砸门 开门 开门 我没有出声 保安赶到我家 需要三分钟 对我用衣柜堵住的门 应该是可以坚持到他赶来 我看了一眼手机 还有一分钟 保安就会破门而入 到时候我和外婆 就可以活下来了 很快 我就听到了保安撞门的声音 我激动地大喊道 我在这里 接着我就听到 另外传来了 激烈的打发声 小区保安 是一位非常高壮的男人 王翠兰显然不是他的对手 林小姐 她已经被我弄晕过去了 我悬着的心 终于落了下来 如是重复地松了口气 接着我将门口的衣柜推开 然后对着床底的外婆说道 外婆 你可以出来了 坏人已经被制服了 外婆听到我的话 慢悠悠地爬了出来 可当我准备去开门的时候 外婆却突然抓住了我的手 她瞪大眼睛地朝我摇了摇头 而此时屋外传来了保安的声音 林小姐 您这里有绳子吗 我要用绳子绑住她 我连忙说道 有的 我出去给你找 但外婆这一次 却用两只手抓住了我 我从没想过 她的力气会这么大 外婆 你到底怎么了 外婆的古怪样子 让我察觉到了一点不对劲 林小姐 我找不到绳子 她好像很快就要醒来了 您可以出来帮我找一下吗 见外婆实在反应强烈 我放弃了开门的打算 绳子就在进门的柜子那里 你打开柜子就可以看到 但是外面却无人回答我的话 我又重复了一遍 绳子就在进门的柜子那里 外面死一般的寂静 我感觉事情有点不对劲 便走过去将头贴在门上 想听一听外面的动静 突然 一只刀声 还没刺破门法 悬停在了我的面前